投票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收看 《黄金年华之豆哥静谊》 《勒林幼婆弟》 耶 经过了第一回合淘汰赛的精彩交锋之后呢 我们有十二位同学 顺利地进入了第二个回合的淘汰赛 能够来到这一关 他们肯定下足了苦功 才能拿到这么珍贵的名额 是的 那光是靠努力不够的 肯定要有名师来指导 他们才能够精进他们的歌艺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三位导师 首先是霞光四射队的翠霞导师 杰出非凡队林俊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的刘欣凌老师 JJ老师目前是大赢家 是 12位参赛者当中呢 有5位是来自杰出非凡队的 那有4位来自霞光四射队 八面玲珑队只有3位 我们第二回合的淘汰赛呢 总共是有3场 那每一场呢 有4位同学来较劲 而他们的指定歌曲呢 就是合唱歌曲 那12位同学演唱完之后 我们将会一起呢 来做一个分数的结算 那么分数最低的两位将会被淘汰 然而我们的同学们不止呢 是要互相的较劲 而且还必须要听我们 评判嘉宾们的犀利点评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三位评判嘉宾 第一位 资深歌唱导师张金泉 欢迎 第二位 让我们请欢迎我们的资深歌手朱莉莉 第三位 就是再次来到 黄金舞台作战的音乐创作人兼歌手 Derek 谭志华 欢迎我们的三位评判嘉宾 来 请上前 让我们一睹你们的风采 是 我在想呢 我们比赛 来到了这个环节 我们三位评判嘉宾 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们要求基本功外 还要默契 那我是 我觉得两个人在台上 在唱情歌的话 默契 眼神交流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呢 感情的投入 前奏 肩奏 或者微奏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要一起喝醇 不能中断 是 好 那就请三位评判 请上座 谢谢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将会有四位同学呢 来演唱他们的合唱歌曲 是 同学们可以找自己的 亲朋好友来帮唱 那么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希望啊 在比赛之余 给同学们呢 创造一段 别有意义的回忆 是 那如果说同学们 没有亲朋好友来帮唱的话呢 也可以邀请他们的学长学姐 来帮帮唱 那么合唱嘉宾的这个演唱呢 只是辅助而已 是 不会影响参赛者的分数的 那么评分 将会完全以参赛者的表现来衡量 好 今天开场的第一位同学 他选唱的歌曲呢 就是他女儿帮他选的 哇 这样听女儿的话 是啊 难得妇女同台表演 当然要把歌练好 下一番苦功 是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编号一的罗俊元 连同他的女儿 罗子平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屋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屋顶》 《屋顶》 是梦中被敲醒 我还是不确定 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我悄悄关上门 带着希望想去 原来是我梦里正出现的那个人 那個人不就是我夢裡那模糊的人 我們有同樣的默契 用天線 拍成愛你的形狀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這星星跌成最浪漫的夜晚 擁抱這時刻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糾結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這份環節想給最不容的夜 擁抱這時刻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糾結 沒有你擁抱 很醒目的天 我愛不及地 我愛你 絕對的時刻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你不如意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对面的屋底 我敲敲晚上门 带着希望上去 原来是我梦里长出生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用天线 拍着爱你的形状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将星星变成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拥抱着时刻 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都没 梦有你都没 在屋顶唱着你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了 是 很难得 真的 你女儿几岁 28岁 28岁 你这么年轻 女儿已经28岁了 真的长得很漂亮 是 所以我想起一个预言 就是我们走进一段竹林里面 竹子是长得不怎么样 可是旁边的竹笋是很漂亮 不晓得子萍你平常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吗 我参加过一两次 那种进一轮淘汰下一轮 进一轮 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你应该有这个比赛的经验 你比爸爸还要稳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今天不是好比赛 对不对 跟女儿合唱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开始别扭了 说真的很别扭 人家都说女儿是你的前世情人 就我一直在想到 可是她是我前世情人 我就又改变了一些别扭的感觉 是是是 平常你们两个有一起去唱K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去唱 说真的没有 真的啊 好 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赛 妇女的感情会更好 对不对 我们看看评审的讲评 好 我们有请朱莉莉 屋顶开口的第一个感觉 我会觉得你力不从心 是好像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高 你就有一点掉 掉了你的嗓子 然后你掉的那个时候 就变成你的样子很硬啊 默契不够啦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妇女 不是情侣 所以你们觉得别扭 气息你要注意 因为刚刚有一点 你断了 你再唱下去 把她的微音拉长了 所以如果你那个点没有chop掉的话 你气息应该 还没有唱那句的话 就要马上换气 所以变成说 咦 空了 这首歌是女儿选的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给你爸唱呢 因为我自己不怎么知道什么合唱剧 刚好知道这首 其实也没有说是什么建议 所以就是因为你会唱 所以就介绍给爸爸 那你选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会害了爸爸 不会 比赛就这样 一定要接受挑战 所以你要做 好 金钱老师 因为这首歌是属于年轻人的歌 他年轻人的唱法 他们的共鸣都在头腔 所以他们当唱高音的时候 他们轻而易举 就能把那个音那么唱上去 那么我们这些乐龄人士 通常都是用猴跟胸腔 所以当唱高音的时候 那个转换度就没有那么顺畅 其实你唱的是还不错 硬是 Derek 先说说我觉得说 今天找了这个女儿子萍来唱 是很好 因为子萍的声音很清新 然后配合你 只是一样啦 有一句是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你会把那个默契 我们有同样的默契 那你就换契 契 契 原来是我梦里 你们在唱的时候 你看着她 她不敢看着你 所以我觉得说 女儿可以也看一下爸爸 继续加油 谢谢 我们的俊元你好 老师你好 父女是不是应该选另外一首歌 会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唱这首情歌 你就要完完全全的投入在这首歌曲里面 所以我想你今天就要抛开你是她父亲的这个概念 才能够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比赛这个表演给呈现得好 比赛是没有的说打这个同情分 同情牌 所以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好不好 那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俊元他一路走来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诚恳的 他是个老老实实的 所以你叫他多一点花样的话 但他真的是要想很多很多天 才能够做出来的那一种 在一场比赛里面 无论如何我是觉得选歌很重要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歌曲可以是 比较俏皮的妇女的歌曲 可以选择的 那个歌曲的那个调子 我也觉得有点高 因为你要吸一口气来唱那个高音 所以变成断调了 真的要小心一下了 祝你好运 是老师 我要先说了就是 今天两位的话 这首歌曲引起大家好多东西的 要那个期许 因为它还是一首蛮难唱的歌曲 在合唱的部分切入点 静还有收声音 还有那些音准方面的话 那些合音的部分的话 其实刚才你们都是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 如果从听的角度 我不觉得有一个别扭啦 这首歌其实是很容易 有那种打架的感觉的 可是刚才至少没有那种 妇女打架的感觉在那里 我觉得还是听得很不错的 好不好 两位加油 谢谢老师 是 我觉得合唱呢 他是最聪明的 选女儿帮唱 太太很放心 好 不管怎么说 其实我是觉得说 要唱一首这么高难度的歌曲 你们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 好继续加油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看到编号2 黄威胜 我想说缘分是很奇妙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的帮唱嘉宾 童鑫 童鑫 刚刚请女儿来帮唱 现在请一个童鑫来帮唱 不是小朋友童鑫 他是个女嘉宾叫童鑫 这么好听的名字 你把它讲成童鑫 那怎么样呢 他们两个人是网上认识的歌友 可是没想到呢 这两个人是完全没有交集的 竟然有机会一起合唱 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 的确是非常的有缘分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这两位从网上走到台上 来相会的网友 一起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那就是《广岛之恋》 你早就该拒绝我 不该放任我的追求 给我渴望的故事 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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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难倒会 空间也破碎 而死死消失的爱情 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而死死消失的爱情 很难得到的夜的夜景 我们走过爱的巨区 绝绝了爱情 相守幸福的措权 享受幸福的措权 毋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誰太勇敢 熟悉婚禮典 只要今天 不要明天 眼睜睜開著 愛衝之風 正老子 愛學在一起 不夠時間好好來愛你 找給停止風流的遊戲 願被你淘擠 就算了解分離 不願愛的沒有答案結局 不夠時間好好來愛你 終於明白很然不容易 愛很消失前 右手溫暖我的臉 為我證明我成真心愛過你 愛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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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找到她 而且她妈妈很喜欢看她上电视 但是上《黄金年华》 但是就没机会 为什么 她还年轻 你就完成她妈妈的心愿 同心就是听你这么演唱 你在外面应该常常参加歌唱比赛吧 是的 还算就是经常有参加 大部分都是拿前三名是不是 还好啦 那威胜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合唱 邦邦唱它很稳 能够带动你也比较稳定一点 对 它是我的定心丸 而且也从他那边学到很多东西 这首歌就不容易唱 你们今天发挥的如何 我们就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 黄威胜 你的五四桩我觉得蛮有杀气 为了配合这首歌 你的声音的辨识度这一次蛮高 非常的雄厚 稳定 而且带一点唱伤的那种感觉 你是带出了这首歌的精髓 非常地不错 谢谢老师 加油 加油 嗨 威胜 今天服装真的是有感觉我在日本餐馆 同心在唱歌的时候让我感觉到 有点莫文蔚在唱这首歌 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是好听的 谢谢老师 然后我也有发现到就是你的表情走位 所有的东西你都控制得很好 可以进步的地方 我觉得是在你们合唱的时候 爱恨消失前那一段 就是你们会有一点点稍微的赶牌子 爱恨消失前 右手温暖我的脸 为我证明我成真心爱过你 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在表演这首歌 下次要注意 好不好 好 我会的 谢谢 好 加油 《广岛之恋》这首歌有一点点难度 你的声音很干净 声音干净就是战胜的一步 第一步 你一开口我就觉得值得听 我就坐在那边慢慢地听 虽然你外形是不好啦 在歌曲里面它好像要设计同心什么 对对对 一直在偷描 不懂在描什么 欲走还流 就是我们是要 很无奈 是要离别的 我们是其实是在Airboard要离别的 它要飞出去了 你要赶赶地就 转过去就是看 看得不舍就这样子 你一直这样 对不对 剧情不对 一直往回看 看一次就要走了 剧情有点不对 就是演技的部分 对对对 那整首歌来讲 你们两个都唱得非常的好 谢谢老师 谢谢 两位都是很有实力的唱将 歌曲的话我反而觉得它急促了 一开始就这样子你的情绪静 然后就马上进那个pre chorus 然后进 chorus 到了副歌又要把它完结了 当然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剧情啊 有点太紧凑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歌声 我觉得它更有铺陈一个故事的能力 好像实力派的演员的话 我不介意把那个戏看久一点点 如果不会演戏的话 赶快卡掉就好了 可是你们两个都是 我觉得有能力做更好的表演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爱到最后要分开的那种 那个情怀是真的很舍不得 你们两个的声音太强了 在那边 就好像在吵架要走了 没有那个给我感觉说 纠缠在一起不想要分开 不过不舍得也得要分开的那种感觉 我就叉叉叉叉叉 两个声音好大 就是两个在吵架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声音的和谐 默契在一个合唱里面 所以我也同意说这首歌有点急促了 我跟它听到不错的时候 怎么没有了 这么快就没了 不过整体上是不错的 谢谢老师 谢谢 难得听到老师说不够长 是 就是代表听得不过瘾 欣灵老师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就是童馨她来帮忙 今天为什么稍微有一点就是 没有说很完美的原因是 因为童馨只来上一堂课 我们就这样练习 如果说双方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配合的话 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情歌就是要有配合度 那今天我们是上多一堂课 那希望我们下次再做得更好 好不好 我们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分身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接下来之后 我们每一次都说他长得像林子祥 所以今天他就决定要唱林子祥的歌 哎呀 长得像林子祥有什么用呢 要唱得跟他一样好才有用吗 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 都说我长得像刘德华 结果现在我就主持黄金年华了 哎呦 这样也行 OK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编号三的陈俊华 陪同他的这个老战友 就是许丽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选择 编号三的陈俊华 编期的日子笑看落花 玄露的世界 具備相遠 這樣的心情 這樣的路 我們一起走過 希望你能愛活到地獄的天花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的天涯 就算一切從來我也不會改變決定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我一定會愛你到地獄 到天城 我一定會陪你到海枯 到世籃 就算回到從前我認識 我唯一決定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這是我們的選擇 走過春天 走過秋天 送走到今天 又是明天 一天又一天 月月年年 我們的心不變 希望你能愛活到地獄的天花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的天涯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的天涯 就算一切從來我也不會改變決定 我選擇了你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我一定會愛你到地獄 到天城 我一定會陪你到海枯 到世籃 我一定會陪你到海枯 到世籃 回到從前責任是我唯一決定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這是我們的選擇 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我 這是我們的選擇 好 今天的前兩組的幫唱 有一個是女兒 那有一個是歌友 網上的歌友 那您這位幫唱嘉賓 跟您是什麼關係 老戰友 以前我們是老同事 然後過後都離開了公司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整班人一起去唱卡 你們認識多少年了 有20年了 就20年來都一起在唱歌 對 那麗萍呢 這是你第一次在電視台演唱嗎 對 感覺怎麼樣 會不會很緊張 稍微有點緊張 那我們來看看評審怎麼看 好 哈囉 俊華你好 先別說歌唱技巧 但一開場我覺得你們兩位 那個感情就真的是散發整個攝影棚 不管是眼神 走位交流 就很像都很一致同一部的 然後這首歌呢是最多和聲的部分 它是一個很幸福的合唱歌曲 所有的拿捏跟控制都剛剛好 聲音不會一個比較大聲一個比較小聲 然後真的我很享受很喜歡 俊華 音色是漂亮 很穩 你的樣子有一點點讓我感覺你會緊張 但是你的我要抓緊張度 但是你在聲音裡面你抓得很穩 謝謝 然後呢 兩人的配合度很好 謝謝 最重要呢 對場 眼神要有交流 我BASS東西給你 你要BASS 你要傳東西還給我 這種叫交流 所以你們兩個人的眼神交流是有的 所以配合度非常的好 最後那個副歌進歌的時候 我們再拍 算你的拍子 诶 沒有跑咧 準咧 你選擇了我 我一定會愛你 到地久 到天朝 我們都在抓你那一點 如果抓到的話你就會被扣分 但是抓不到 加油了 謝謝老師 哇 零瑕疵 這麼厲害 好 金錢老師 太過多人熟悉這首歌 所以你每一個字 咬字 音準各方面 所以如果你稍微有一點閃失的話 每一個人都知道 所以我感覺到你選這一類的歌 壓力會非常大 就是說千萬不能出差錯 你掌握的拍子 掌控能力 各方面聲量 這些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給你一個讚 謝謝老師 哇 一致好評 是 那就不曉得導師們是怎麼說的 然後我們有請這個JJ老師 哇 這首歌的麗萍 這位的話今天唱得非常好 俊華的話 我覺得你的 這邊要特別點出一下的話 就是這首歌練得非常好 有時候兩個人 特別是男生在唱的時候 所以就算是唱同樣的音的話 你也要去聽 你的那個對唱的那個女生的聲音 用那個聲音的那個音色去配 所以在那邊的話 我覺得你是有去注意這個東西 好不好 加油 很好 謝謝老師 如果說我看你這個表演 我感覺上她是參賽者 多過是你是參賽者 對 因為她緊張度是比你高很多的 這首歌我很熟悉選擇 為什麼你沒有選擇我跟你唱呢 可以嗎 很榮幸 開玩笑 開玩笑 整個表演我都很Enjoy OK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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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兩個今天的合唱 可以看得出是下過一番苦工的 是 很用心 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績 好的 謝謝 情鬥初開的年少時光啊 總是呢 令人難忘的 就好像 愛我這首歌呢 就讓編號4的劉文才呢 勾起了她 許多的這個初戀美好時光 令她非常的懷念 今天她請來了學姐 冠軍學姐喔 哇 陳永利跟她一起來緬懷這段初戀 掌聲歡迎他們 你的口 你的口 我總忍不住 徘徊倒流 怕一生愛都挪不走 你的笑容 你的醜 你的心情 你的夢 我總忍不住 窺探追究 在生命的旅途中 在生命的旅途中 我想隨你感天與共 愛我 因為你我變得好不要 在你懷疑 在你懷中 被愛佔有 這種感染 事一切都比不過 我愛我 沒有你我變得好貧窮 在人世中 少你左右 我想我連什麼價值也沒有 好好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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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你的過去 你的勇 你的未来 你的路 我都很愿意分享共有 在每一个晨晨中 我已不愈去陪你走 爱我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裕 在你胃中被爱占有 这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少你左右 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好好爱我 尤其在人海沙漠 人的心越来越难眸 至少心中有个你寄托 爱我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裕 在你怀中被爱占有 这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少你左右 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尤其在人世中 尤其在人世中 有冠军学姐来帮忙 还是老师安排的 对 谁选的这首歌 是老师介绍的 老师介绍的 你们听完之后就直接就说OK 我们挑战 你很乖 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很难唱 这个就是黄金年华的精神 挑战高难度 到底你挑战有没有成功 我们来看看张清泉老师先来吧 刘文才 我觉得你唱这首歌的牌子旋律配合度不够 所以感觉到有点拖 有些地方我是觉得你唱得不稳 sharp了 没有在那个硬 感情处理方面不怎么够 层次你铺排的不明显 唱得有点硬 我找不到那种转音 该有高山流水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对这首歌你不能熟人生巧的话 你就会让人感觉到说这首歌是硬蹦蹦的 OK啦 但是有待加强啦 真的 好不好 唱歌通常都是要熟人生巧 希望你能够加油 谢谢 好文才 因为这首歌爱我嘛 就是像莉莉老师说的 我觉得你唱得有点硬 爱我 我觉得少了一点 我们叫 quick cow 就是少了那个口气 他的副歌就是两个字 然后你前面第一个音跟他后面那个音要拉很长 所以我觉得说你在处理这两个音的时候 副歌的时候 还是有可以进步的空间 那然后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舞台的这个台风设计 最后还把那个花拿出来 我觉得是有 surprise的惊喜的 所以你的这些用心我都有看到 继续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文才 其实呢 在一场歌唱比赛里面 选歌很重要 我觉得 尤其是来到这个阶段 那个歌手越来越强了 所以你们选歌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这首爱我呢 是柯一鸣在1997所灌的一个唱片里面的主打歌 你所唱的这个版本是后期才发行的 很可惜啦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尤鸣鸣他们写的时候 是以柯一鸣的那个音律来写的 所以整首歌它的设计就是以它为主的 所以是女生的歌来的 所以当你唱这一类 你看刚才那个一啊啊高音 爱我这些都是以它最美的声音发出来的 然后如果是合唱的话 显得男生他的声音很平 没有办法没有机会给你发挥 下次有机会的话选歌要小心一点 加油 谢谢老师 现在给两位的一点一点的建议的话 因为这首歌它写的正拍比较少下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要 哪里力不从心哪里可以用力嘛 用下来的话就觉得好像那个歌过了 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的力度压在脚上面 最后它正拍压下去 然后这首歌好多反拍的那些都是 正拍在脚上面压下去 然后你的身体还有那个气就稳住 然后唱的时候就可以唱清 小小的分享好不好 下次再加油 好不好谢谢 谢谢老师 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谢谢我们的就是永利 就是永利 他每一次我们上课的时间 他都有来配合跟我们练习 所以非常感谢 那文参也是一位很努力的学生 我觉得爱我这首歌 是他自己本身很爱的一首歌 然后呢我们两个商量之后觉得说 可以去演唱这首歌 因为太多就是很热门的歌曲都给人家选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选唱这首歌 你有没有爱永利呢 来回答一下文采 来吧 你好 不好意思 都跪下求欢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两个配合都相当的好 在我的眼里 因为呢 你们都有做到 你们就是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当然我们听取所有的评审跟导师给的预见 我们做得更好 下一次好不好 我们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说到永利呢 就是永利站在舞台上面的这个 应该讲说站在黄金舞台上面 已经是不下十次了对不对 对对 那今天要帮帮唱那感觉是怎么样的 这首歌我知道是不容易 柯一鸣的歌 但因为已经是有请来 我就说尽力吧 谢谢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谢谢我们三位评判嘉宾 辛苦了 谢谢 合唱歌曲 考验默契 歌艺之战 各凭实力 谁能抢先力拔头筹 好 四位已经完成演唱的同学 已经站在那边等候成绩的揭晓 是 在我们第二回合淘汰赛当中呢 我们总共是会淘汰 两位最低分的同学 换句话说呢 今天四位当中两位成绩最好的 可以直接晋级 好的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 分数最高的两位 他们的得分到底是几分 来 请看 好的 得最高分的是78.3分 第二高分是77分 哇 这可是有1.3分之差 好的 好 那我们马上就来揭晓第一位 能够晋级半决赛的同学 他到底会是谁呢 请看 恭喜陈俊华 获得78.3分 他是翠霞老师的学生 可以直接晋级的同学 他到底是谁呢 可以直接晋级的同学 好 请看 恭喜黄威胜 他是刘兴玲老师的学生 获得77分 恭喜两位 确定进入盘决赛 那另外的两位同学呢 也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要等到12位参赛者 全部都演唱完毕之后呢 才会淘汰最低分的两位 所以你们还是有可能会晋级半决赛的 好不好 那么下个星期会是第二回合 淘汰赛的第二场 那会有另外四位同学呢 呈现他们的合唱歌曲 会有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精彩的演唱 是 那今天的比赛呢 告一个段落 我们要谢谢三位导师 辛苦了 好的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 同样频道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勒林有活力 《青春的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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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母女我还真不相信 她是你女儿吗 还是妹妹来冒充 女儿女儿 你是不远走的你是笑 本来是我大女儿来唱 木兰代父从军 结果木兰没空 爸爸自己上阵 现成了 现在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